- 嗨,這裡是NUDELAB,我是阿佑 上集我們介紹手總的前半人生 這集我們將接著介紹手總的故事與他在動漫上的貢獻 時間來到1960年 事業如日中天的手總在獵馬區蓋了工作室兼住宅 此時的手總仍然是明星作家 更是銷量保證,各家出版社爭相請他連載 因此他的身邊不管何時都跟著一屁股的編輯 防止他逃跑與脫稿 手總除了漫畫外,一直都有一個更大的野心 但這是那些編輯們打死都不願意看到的 那就是製作動畫 手總起初利用後院那間連窗戶都沒有的水泥倉庫 建立起秘密動畫基地 趁著沒人注意時就會偷偷溜進去 小水泥屋的規模越來越大間 加入的人也越來越多 就這樣手總自從的動畫公司 從製作誕生了 起初,從製作的花費 全靠手總的漫畫稿費 在開始製作動畫時 手總發現要製作出一項迪士尼流暢的作品 30分鐘的動畫 每秒24張 就需要43200張圖稿 這需要大量的經費與時間 在當時只有動印動畫 這種大公司能辦得到 因此 手總的團隊試著 減少每秒的幀數 從24張 減到8張 和使用大量重複的動作 減少成本 在電視播出時 這種製作方式造成畫面的卡頓 與不流暢 讓手總邊看邊流冷汗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動畫空前的好評 收視率更超過3成 這部作品就是 日本史上第一部電視動畫 原子小金剛 原子小金剛的成功 奠定日後日本動畫模式 像每週播一次動畫 一集30分鐘 以一拍一一拍三的方式製作 這種生產快 成本低 與美國大製作 高經費相比 日本動畫終於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這也帶動出更多動畫作品的誕生 在製作多部動畫後 從製作甚至在1965年 率先推出日本第一部 彩色電視動畫 森林大地 但到了1973年 因經營問題 從製作倒閉 且手總的漫畫人氣不斷下降 手總自從不再是銷售保證 隨著一部部作品完結 手總來到了失業的最低潮 這與看他漫畫的孩子 已經長大成人 與當時的劇畫風格成熟 和市場上的題材越來越多元 都有關係 劇畫是指作畫風格 如電影般寫詞的漫畫流派 他們刻意與當時以搞笑為主的漫畫 區分開來 內容更複雜寫實 適合年紀較大的族群 低潮時創作的幾部作品 陰暗而且負面 人氣依舊低迷 編輯部打算再給他一次機會 送他職業生涯最後一層 這部作品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作 《怪醫黑傑克》 故事是講一個收取高價醫療費的天才秘醫 給人治病的故事 是他嘗試融合劇畫風格 與他醫學知識的作品 原本預計五回的短片 因評價極佳 轉成長期廉載 手總終於找回人氣 生涯的後期也誕生了一系列名作 像火之鳥、佛陀、三眼神童等 在他不斷燃燒生命的創作下 1989年病逝在東京的醫院 享年60歲 手總的一年堪比別人的10年 最高紀錄同時連載10部作品 在熬過一個又一個的夜晚後 他的作品量高達驚人的450部 堪稱漫畫之神 其實除了數量外 他在漫畫技巧上貢獻極大 是所謂在漫畫中使用像廣角、特寫等電影鏡頭 讓畫面更有張力 且打破傳統漫畫的分隔 重新去分割構圖 來產生時間的錯覺與張力 到了劇情高潮處 更用多格甚至好幾頁的方式 去加深情緒與強調動作 加上擬身池、速度線 讓原本靜態的圖面 如看電影般活了過來 這種手法奠定了日本現代漫畫的雛形 漫畫曾經被認為是有毒刊物 被集中燒毀 這場獵物中 首總自從首當其衝 受到嚴厲的批評 他依然努力地捍衛漫畫 當然我個人認為不應該糾結漫畫這種媒介 好的漫畫就如電影、文學一樣 將正確的價值傳達給青少年們 在故事上 他的漫畫不只帶給孩子歡樂 更傳達反戰、反歧視、親情、勇氣等 人生哲理的訊息 以上 5月 1日 4月 3日 4日 4日 5日